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湾区700万名居民居家防疫隔离进入第14天 希望您一切安好 居家隔离就是有人不把禁令放在眼底 Marine County沿海地区竟然出现了大量从湾区各地涌入的人潮 大批车辆排队等候进入低冷海滩 这群不把防疫隔离当作一回事的游客 不但造成了当地交通堵塞 还影响了第一线急救人员处理紧急事故的动线 州立县立公园在居家防疫隔离期间是关闭的 游客出现制造了垃圾问题也成为当地的卫生麻烦 国家公园管理局因此宣布 Marine County大部分的国家保护区正式关闭 卫生官员呼吁民众遵守加州州长Newson 要求大家留在家中的命令 不要随意离开自己居住的社区 加州从3月19号开始实施居家防疫隔离 全加州有4000万人因此受到影响 许多商业关闭或者是削减员工时数 缩小营业规模 有工时被砍的劳工或者是因此而失业的劳工 甚至没有钱可以买食物 州长Newson因此启动邻居互助计划 由义工在网络平台Nextdoor上互通信息 在各地寻找需要食物的家庭 再由国民兵协助分送食物 给经济陷入困境的家庭 目前全加州有22000个需要州政府提供食物的社区 没有收入就没有钱缴房租缴房贷 有多名州议员提案要避免加州在紧急状态期间 发生有房客被逼迁或者是房屋被法拍的情形 提案内容包括允许延后还款期 在疫情紧急状态期间 以及之后的15天内 都不得逼迁房客或者是法拍房屋 法院可以为欠款的屋主和房客制定还款计划 允许居民居住在援助所 如果因为新冠肺炎造成的经济困难 那么欠款的期限更可以延长到明年3月 山景城市议会也通过提案 要拨款50万的紧急救济金 保障房客不会因为付不出房租而流落街头 同时也协助无法支付房屋税的屋主渡过难关 市府统计这笔资金将可以协助50到100个住户 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居家隔离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